苗栗县内65岁以上的人口大约有9万多人 占全县人口的18%左右 不少的长者都有装设假牙的需求 但是不少县市都因为有补助而苗栗县没有跟进 于是民进党候选人徐定真这次特别推出了假牙补助证件 强调说要是顺利的当选 最高补助6万元 让长辈装设假牙没有负担找回笑容 民进党苗栗县长候选人徐定真站上舞台 支持者大声呐喊动算 徐定真不但打出这是72年来 翻转苗栗最好的机会 更提出多项政策 其中包含长者假牙补助 凡是涉及苗栗县超过一年以上 65岁以上长者以及55岁以上原住民 都可以申请最高6万元补助 认为这是可行的 当然也照顾到老人家的口腔的健康 让老人家能够有自信的露出笑容 补助装甲牙目前已经有许多县市在推动 但苗栗县没有跟进 目前苗栗县65岁以上长者占18% 大约有9万多人 有许多想要装甲牙的长者 碍于经济压力无法装设 因此经过和专业的牙医师多次讨论 拟定出低门槛免费失作 以及可升级的甲牙补助证件 而这项政策也获得了总统和副总统的认可 若是顺利当选将可尽快失作 来造福更多的年长者 结账新杰 苗栗报道